每次扫地的时候都特别抓狂 因为满地掉落的头发 怎么扫都扫不干净 心疼自己脱发的同时特别苦恼 如何才能把这些头发收拾干净 你们是不是和小编有同样的烦恼 但自从小编学会了一招 而快速解决讨人闲的头发清理小妙招 扫地变得超级轻松 这就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咯 快速打扫头发只需一卷双面胶 首先准备一卷双面胶 将双面胶这样贴在扫帚的一侧 连贴两道鱼的头发的时候 就用贴了双面胶的这一侧去清扫头发 就紧紧贴在双面胶上了清洁完毕 只需要把双面胶从扫帚上撕下来 就能迅速完成头发的收集和清理 了很大的力气呢 洗手盆下水不畅一根吸管 全搞定家里卫生间的洗手盆 是不是经常会有下水不畅的现象出现 那是因为我们平时洗脸或洗头时 掉落的头发聚集在了洗手盆的下水口附近 时间久了 造成堵塞 导致下水不畅 别着急 您只需要有一根吸管 具体打扮 看这里用剪刀在吸管上斜招剪一下 注意不要剪断 剪完后 双手捏住吸管两端 向剪刀切口的相反方向弯曲 此时你会发现 吸管上多了很多道次 把吸管的道次向上 插入洗手盆的下水口处 来回抽拉几次 堵在下水口附近的头发就会被拉出来 小编温馨提示 吸管深入下水口勾毛发时 一定要小心操作 千万别把它掉到下水管里 也别太用力而将吸管拉短 否则容易造成二次堵塞 因为吸管长度有限 所以只能勾出下水口附近的毛发 如果想彻底将管道内的毛发清理干净 还是建议大家用下水管道梳通上 地漏不堵塞丝袜上阵 来帮忙卫生间的地漏 特别容易因为头发等吸物而堵塞 一双小小的丝袜就能派上用场拉 丝袜绿水效果很好 直接将丝袜套在地漏上 头发就不能轻易跑进下水道了 当头发达到一定量 取出地漏 倒掉地漏里的头发 再放回去 可以有效防止下水道堵塞 皮筋配直筒床上头发 一扫光皮筋和保鲜膜里的直筒 这两个看起来毫无相关的东西 就是清洁布衣沙发和床上头发的好搭档 先在直筒心的两头各剪出12个口 不用剪太深 大概5毫米就可以了 然后把像皮筋套在直筒心上 注意 一端卡好以后 另一端要错开一格或者两格 同一个方向卡好六根像皮筋后 交叉着再套路根 形成这样的一个网状 做完就是这样了 对比一下 你做对了吗 用这个直筒心在旧衣架上比划一下 标注出大概的宽度 两边要留出大概三厘米的空隙 然后按照标注的地方 把旧衣架的两端往下弯 做成幽形 如图所示把纸心套在衣架上 一个年毛器就诞生了 部分作品来自互联网 如涉及侵犬 请直接联系小编删除阅读表文